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华尔街金融猎头 在陈思的身上有着很多令人羡慕的关键词 陈思的人生似乎可以用一路开挂来形容 可偏偏在事业做的风生水起之时 他却依然选择回国发展 在最好的年华与老人为伍 成为国内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更成为养老院里400多名老人的全能孙女 5月11日,记者来到沈阳市天柱山远大老年公寓 今年34岁的陈思 陈思2013年从美国辞职回到家乡 从家人手中接过养老院 并包揽了养老院里包括院长、心理咨询师、营养师 兼职护工等多项工作 为了和老人打成一片 前期工作时,陈思干脆把家搬进了养老院 每天从早到晚和老人们生活在一起 久而久之成了老人们最信赖的朋友 在很多人看来 放弃高薪工作回国发展是一种冲动的行为 但在陈思心中 这颗种子却深埋已久 在我高一的时候呢 我的妈妈和我的姨母他们俩就做了一个养老机构 然后呢 从那个时候起 每年的寒暑假和节假日 我就都会回到这个养老院里边去陪伴这些老人 所以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养老院里边 跟老人有这种天然的链接感和一种亲切感 我也在这种一点一滴的事件当中感受到了这种笑和这种爱是怎么用行动去表现的 所以当时我想反正我也要回国也要陪伴在他们身边 我不如就直接回到这个养老院 然后用我在美国学到的一些新的思想和一些新的知识 把这个养老院办得更好 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受益 因为家人的影响 加之所学的人类发展与心理学专业 让陈思对养老行业十分着迷 在国外留学期间 陈思也经常利用周末时间考察当地养老院 研究国外养老体系和经营模式 希望能够找到值得学习并加以借鉴的地方 而如何运用所学心理学知识来提升老年人的精神愉悦感 是陈思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我回来之后我就会发现 可能我们的养老在当时更关注的 更多的是老有所养 就是希望给老人提供很好的这种物质的条件 比如说让他们吃好住好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老年人他从心理学的角度 老年也是他人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他也需要空间和平台去成长去学习 也有他需要功课的这种心理任务和情绪的任务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忽略了老人精神和情绪上面的一些需要 就很可能造成老人在晚年会有一些比较负面和消极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和表现 陈思经营的养老院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理念上更加注重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提倡文化养老 为此他鼓励老人成立老年模特队 老年合唱团 建立团体心理咨询小组 还积极动员老人们通过设立老年委员会 自主自立的为自身服务 据陈思介绍 目前在养老院中生活了400多位老人 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三分之二 有些老人常年卧床 陈思说 失能老人看似没有反应 实际心里都是有感觉的 因此更需要细心关注 耐心照料 对于我们这儿的失能的老人呢 我们还给他们很多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的护理员在为他们服务的每一个动作之前 都会跟他们说一下 比如说爷爷我要给您翻身了 爷爷现在我要给您擦拭身体了 我们是把他当成一个个有生命有意识的个体 去和他们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生命尊严最好的一个体现 让老年人老有所为 有生活质量和有生命尊严的度过晚年 是陈思在采访中最常提到的话 在多年的为老服务中 陈思无法避免的需要面对生命的离别 从无法接受到勇敢直面 陈思逐渐意识到 把握当下 以真心相待每一位老人 即使有一天面对离别 也不留遗憾 我用我自己的努力 陪伴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程 给他们这最后一程增加了一些 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这种快乐 或者是闪光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没有遗憾的 欢迎订阅 一定如同在用承计回音计则